我們看這一組 它要連繞衛星位於距地表3R的地方 繞地球運行 若地球表面的重力加弱度 就是重力長 則衛星繞轉的速率 這個假設他是做運作運動 這是做運作運動 繞轉的速率應該是多少 這怎麼做 我們先把這裡的重力加弱度找出來 我們知道重力加弱度跟R的平方乘環比 為什麼? 因為重力長 是等於R平方是G大M 大M是地球的質量 所以這跟R平方是乘環比 那也就是說這裡的G大M 除以這裡的G 是比多少? 是等於R 除以多少? 除以這裡是4R 4R的平方 因為它跟R平方乘環比 所以這就是4分之1 也就是說這裡的重力長 是這裡的重力長 是這裡的重力長的4分之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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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G基本上是這裡的重力長 G的話呢 是這裡的重力長 這等到MA 這是牛頓第二運動病例 這是牛頓第二運動病例 好 那我M可以消掉 所以就曉得 A的話 是等於4分之1年紀 好 然後它問什麼都寫 它問說那個運行速率 這個交互度是向性交互度 因為它是做原作運動 我這個算是向性交互度 向性交互度 是等於R分之1 我現在R的話是4,4大R 這樣V我就可以算出來 這個4可以消掉 4可以消掉的話 嗯?R分之V嗎? 看喔 這裡搞錯了 這4是16,這4的比方 這4是16 所以這16G 這裡算錯 這16G 所以這16 把這把它插掉好了 所以AC是等於16分之1G 相應交通度等於16分之1G 那這等於R分之V平方法 像R等於14R R分之V平方 4是16 好,那這樣我們就知道V平方等於多少 V平方等於4分之GR 那兩邊給它開根號 V的話等於2分之1 更號GR 那這個就是答案 所以這題答案應該要選C C就是這個答案 C就是這個答案